甘比与刘鸾雄育有三个子女 不知不觉连最小的女儿刘秀儿也已经六岁了 坦白说三个孩子中刘秀儿的颜值最高 别看她年纪还小 但是长得秀美、文静、乖巧 所以这几年甘比频频带着女儿公开露脸 从从前还遮遮掩掩 在晒出的照片中给女儿遮脸或是打码 如今什么都不再处理 大大方方的公开刘秀儿的照片 更是让女儿成为自己针织店的儿童模特 与自己一同走亲子庄的路线 甘比自从开设了针织店之后 大部分的心思都放在这个店铺上 虽然她是把针织当成一门生意来做 但是放置在刘鸾雄的大生意之中 这门针织生意根本不值得一提 也根本不用指望会有太大的盈利可言 然而甘比对待这门生意的认真程度 俨然比对华人置业更上心 在华人置业 甘比也不过是执行人 而非决策人 倒是针织店的生意 这是她的兴趣爱好所在 所以投入的精力最多 还带着女儿一起投入 甚至让女儿成为专注小模特 可见她是真的很喜欢勾知 甘比在社交平台上大方晒出了刘秀儿作为模特的正面全身照 尽管经常看到甘比带着女儿出席活动 但是这么直面的晒出女儿的全身照片还是颇为罕见的 从照片可见 六岁的刘秀儿非常有小模特的发 只见她很随意 却又很有形地站立着 双手自然垂放 身上穿着一件很休闲的长袖 配搭了一条紫色的长裤 重点当然是身上的那件针织小披肩 这是甘比亲自编织的 而甘比所要让女儿展示的 就是这件小披肩 不过不得不说 刘秀儿真是太抢镜了 对着镜头 她表现落落大方 拧着嘴 大眼睛有神且有光 不像寻常孩子那般照相的时候 都喜于摆出可爱的姿势 所有的焦点都落在了她身上 就现阶段刘秀儿的长相来说 她应该是甘比的三个孩子 乃至刘鸾雄所有的女儿中 最漂亮的一个 她的五官很精致 像极了甘比 除了鼻头遗传了刘鸾雄 其他方面更贴近甘比 嘴唇也不厚大 所以对她的形容 不只是可爱 甚至还可以形容漂亮 当然不知道 女大师八变之后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转变 总之在目前 比起她的姐姐刘秀化 她更讨喜 也不意外甘比 会让她担任自己的模特 刘秀儿虽然是刘鸾雄最小的女儿 不过她并不算是 刘鸾雄最宠爱的女儿 刘秀儿出生的时候 正值刘鸾雄大病出狱 那时候她已经自顾不暇 对于这个女儿 也无心再有更多的呵护与关怀 所以刘秀儿是含着机钥匙 出生的没错 却没有得到如同姐姐 哥哥的 待遇 不说别的 刘鸾雄在2018年前后 着手分产的时候 刘秀儿没有出生 所以她并没有分到任何的资产 包括华人置业的股份 后来刘秀儿拿到了华人置业的股份 还是因为刘鸣伟将手上持有的股份 卖给了甘比 甘比以代理人的身份 转让到了刘秀儿名下 事实上刘鸾雄最疼爱的女儿只有两个 一个是吕立军的女儿刘秀莹 一个是刘秀华 刘秀莹出生的时候 吕立军还是刘鸾雄身边的大红人 爱屋即屋 刘秀莹万千宠爱在一生 专属的珠宝钻石都不少 至今都是住豪宅 重要的是还得到了父爱 后来吕立军失事 甘比顶上 2008年 甘比生下了女儿刘秀华 刘秀华就取代了刘秀莹 成为了大刘最爱的女儿 宠爱的程度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头来说 刘秀儿不是没有父爱 也不是不被父亲宠爱 只是出生的时候 刘鸾雄已经力不从心 不过刘秀儿到底是刘鸾雄的女儿 刘鸾雄力不从心 还有甘比在 甘比是不会亏待自己的孩子 她对三个子女一视同仁 悉心栽培 除了在物质上有所保障 在心灵以及精神引导上 也花了心思 在她的栽培之下 长女刘秀华已经 初见成效 身为富家女 没有任何一丝娇奢的作风 为人低调 内敛 而如今刘秀儿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甘比经常带着刘秀儿 出现在慈善活动中 不是博取曝光率 而是从小引导女儿向善 做慈善 所以刘秀儿经常出现在 秀画厨房 帮忙 这是甘比为刘秀画打造的慈善餐厅 一家人经常在此做善事 不出意外 刘秀儿日后也会是一个人美心善的姑娘 铁甲身藏腹中的玫瑰 何其柔软 香气在世俗喧嚣中引现 一段时光悄然绽放 甘比一家平白无故 成了舆论的风暴眼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谁都有权隐藏自己的玫瑰 只是她的芬芳 终将传遍百草原 人们将在欣赏她的同时 或葬或骂 或喜或忧 小女儿天生励志 在父亲眼里 或许本就不平凡 这是世家公子哥的通病 偏爱才是父亲的原罪 父爱难免有私 不该怪罪这小小的偏执 百度命运的竹筏 在平庸和卓越间穿梭 但在母亲眼里 三姐妹平等无二 都是心头最上家的宝贝 母亲甘比筑起了娱乐世俗 和精神世界的天平 用善念和勤劳 填补着两端的砝码 她希望用温暖 将沉甸甸的金银财富 轻盈一些 成为女儿们的保护伞 甘比经常带着刘秀儿 出现在慈善活动中 不是博取曝光率 而是从小引导女儿向善 做慈善 慈善是母亲 倾尽心血缔造的阳光大道 希望能在这条路上 女儿们将芳华 留在浓浓岁月里 余香却传千年 而勤劳的针线火迹 则是她带领女儿们 找回生活的礼赞与踏实 不过不得不说 刘秀儿真是太强劲了 对着镜头 她表现落落大方 拧着嘴 大眼睛有神且有光 不像寻常孩子 那般照相的时候 都喜于摆出可爱的姿势 所有的焦点 都落在了她身上 光芒万丈的明星 定是娱乐圈常见 而一颗安静含蓄的珍珠 才是母亲最想要的宝贵品格 刘秀儿的骄傲与大气 在这世间难寻 她就是母亲 挥毫勾勒的闪亮明珠 金钱能给予世人多少荣耀 还得看他人用来铸藏什么 或许在百万富翁眼里 一张甜美娃娃脸 只是昙花一现的浮云 但在母亲眼里 女儿们的容颜 只为点亮高洁的良知 正如甘比所言 她寄希望于 秀化厨房 这间慈善餐厅 期望女儿们 在这里学会侍奉有需要的人 从一碗热腾腾的汤瓶里 体会生命的可贵 这是一家独特的富人家庭 在钞票堆里 安放了善举的种子 期望她们生根发芽 将钞票的腐朽气息驱赶干净 而母亲就是这片温室的看护者 用呵护与自然的双手 浇灌着天生的小草芽 不出意外 刘秀儿日后也会是一个人美心善的姑娘 一朵玫瑰开在深归 不随花期将芬芳诉诸于口 该是一种境遇 刘云雄生前身患重疾 对小女儿的呵护 自是力有为大 虽今要是维护身符 却总有些生活的细微遗珠 从指缝间滑落 也难怪后人会对她的身世 生出些许怀疑 认为她只是被宠爱的程度 略逊于姐姐 但母亲总会看到更多 金玫瑰根茎下扎实的根须 饱满的牙体 母亲知道 这是带开放的 娇艳欲滴的花朵 她劳作在这片温室 只为朵朵盛开的那一天 甘比对三个子女一视同仁 细心栽培 除了在物质上有所保障 在心灵以及精神引导上 也花了心思 在她的栽培之下 长女刘秀华已经 初见成效 这件事情很快就在网上 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难得看到这种富人家庭 母亲不到物质上 给孩子足够保障 更难能可贵的是 精神和心灵的教育 从小培养孩子们的 善良和谦逊 这才是真正的好母亲啊 有钱人家几乎从来都很宠爱 小儿子和小女儿 这也算是定律了 不过看到甘比这样倾注心血 在三个女儿身上 还是让人很欣慰的 我们平民家庭 也能像甘比那样 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啊 不仅仅是物质生活 更要给孩子一个 阳光积极向上的精神家园 自然也有一些持 不同观点的声音 富人家就是玩世不恭啊 晒娃狂魔一个 单亲妈妈拉活路多辛苦 可没时间给孩子拍摩特照什么的 虽然甘比对孩子的教育很上心 但我总觉得 他只是在渲染自己在娱乐圈 低调做慈善的人设形象罢了 骨子里也就是个爱炫富的富婆 不过 也有一些独到而睿智的评论 这其实反映了一种引导模式 母亲是富人阶层的引路人 通过潜移默化 影响下一代人的价值观和人格修养 如果这种教育能够在富人家庭中普及开来 对社会将产生深远的正面作用 看看这个家庭 金钱固然重要 但是良好的家教和价值观传承更为宝贵 甘比用自己的行为 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女儿们 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 金钱并非一切 同情心 善良和谦逊同样重要 这才是真正的家夫妇 人生就是这般 一路穿越艰难曲折 终将抵达花朵盛放的尘世绿洲 刘秀尔的美丽容颜 现在终于展现在世人眼前 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灿烂浇花 散发出别样的方向 人们自然会对他的身世和成长经历 好奇不已 对刘银雄过于偏心的做法 横眉冷对 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 重要的是 甘比用自己的母爱和智慧 引导着女儿沐浴 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时刻铭记善良谦逊的重要性 一朵娇花 终将盛放绚烂的芳华 在这人间的温室中绽放一箱 刘秀尔的未来正是如此 她会以人为敬 以善为师 将美好的品质汲取殆尽 在这喧嚣纷扰的世界中 闪耀独有的光芒 最后 我希望大家能像甘比一样 用爱心和智慧引导下一代 而不是过于偏执和宠爱 毕竟 物质固然重要 但精神世界的丰富 才是孩子真正的宝贵财富 让我们共同期待 刘秀尔这朵娇花 将如何在世间盛放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